很大的臭宝喜欢养花 让花变得更多 于是问到我 适合牵插的花会有哪些 去给大家很简单 你就看这种 你就观察什么呢 它这个枝条上面会不会长这种根 这种叫气根 只要会长这种气根的 它牵插存活率都特别特别的高 就可以说是贼高 你像绿螺 球篮 还有一些爬藤类的 藤本的 它都适合去牵插 你像有一些个就不太适合牵插的 就像 怎么说呢 像这种就以春雨为例 你像这个 这种叶子你是牵插不了的 这种基本上是差不过 存活率贼低 你要是带着这种杆子长得气根的 太老的不行 木质画的存活率也很低 你可以像它跟龟尾竹的形态很像 我给你拿个龟尾竹去看你就明白了 这样你能看到吧 它杆子上面长了很多的气根 你这样切成一段一段的 它就可以去牵插 存活率也很高 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的 多肉类的 也是脚尾竹类的 多肉类的呢都适合去牵插 它还可以做叶叉 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像这种吧 你像球篮的话呢 我们也是牵插了很多 你这种你可以理解为叫什么呢 多姜植物 就是它很厚实 里面有很多的汁水 这种呢也是适合去牵插 所以说你用一个叶片它都可以 像薄叶类的就不合适了 像这种 你像这种薄叶类的呢 你用叶叉就不适合了 这种是木贝类的 要怎么做呢 去剪它的枝条去牵插 它在一般在顶端这种啊 就上面这种带长花的这种 在没有出花苞的时候它存活率最高 我给你找一个顶吧 哎呀 这个都开花了 这个吧 这个就没有长花苞 还没有开花 像这个顶牙上面啊 剪一个枝条下来 这种就适合牵插 而且长得贼哇塞 还有一个 刚才说多姜 这种也是多姜 这个就跟鸭枝草竹叶青是一个道理的 这个叫油画吊篮 只不过它的颜色不一样 这种也是适合牵插的 这个垂丝墨里就是了 随便剪了点随便插就活了 我们也是插着玩的 人们搞实验的 你像一些个木本类的 就像这个三角梅为例吧 那你像这个呢 就是三角梅类的了 这个木本的 像枝子花 茉莉花 三角梅 它们这种木质花的杆杆 它牵插的存活率会很高 但是呢 你像绣球 大花绣球是什么 就我跟你说这个 那这个呢 就大花绣球了 这是一个第五代的无尽下 像这种的话呢 你如果说要牵插的话 你就尽量的不要用木质花的杆杆去牵插 这种呢 是新枝牵插 更爱活 它的生命力会更强 这种的木质花的可能牵插起来 存活率就不如那种的高 这是绣球 就是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适合牵插的都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要么就叶片很肥厚 或者是枝干很粗壮 这种适合牵插 要么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茎上面能够长气根 这种的牵插存活率都很容易活 你像很多的不适合的是什么呢 种球类的 你看 鲜克莱这种你是插不活的 因为它是靠种球繁殖或者是解种繁殖的 这种就不可以了 你一定要分清楚啊 所以说呢 要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吧 你如果说还不明白哪种 可不可以掐在评论区里面 老花一到时候挨个回复吧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一记得点个关注 白了错吧 嗨